大家好,欢迎收看新节目,我是阿里,那么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日常Vlog 那么如果大家昨天有看到我的哔哩哔哩动态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我昨天去了香港 我去香港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找这个大疆的旗舰店 我想去那边买这个DJ Osmo Mobile 2 因为在国内的话,它2月5号发售的时候,我并没有抢到 然后后来的两轮这个抢购,一发这个邮件给我 我打开它这个官网的页面,它上面已经显示售庆了 所以我就专门趁着一些同学约我的这个机会 我去了香港的大疆旗舰店 一开始我进店的时候,他跟我讲 这边香港他们这个店里面暂时可能没货了 然后让我去这个Apple Store里面稍微找一下 然后我在那边就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这个Osmo的一些 新一代Osmo的一些特性或者说它的功能嘛 然后他就让一个店员去那边帮我查单 看一下这个香港地区还有没有余货 那么正好啊,有两位顾客 他之前在官网上预约了 但是没有来拿货 他说他们店里面还有两台 然后我果断下单 拿到了这个DJI Osmo Mobile 2 我可能是全B站第一个拿到这个现货Osmo Mobile 2的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开箱一下 首先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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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 对上面就是这个Osmo Mobile 2 然后这边打开打开之后 因为我是买的是我是在香港买的 所以他上面这些东西这些什么资源之类的这东西都是英文的 然后他是在让我在推特上面找到他的这个客服 所以这就是一个港版的这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在国内国内没有保修吧 这个是最主要的 然后这是一些说明书 这上面当然是有中文的 当然他是繁体中文 对,然后这边有很厚的一本说明书 其实他内容密目多 但因为他有很多语言 所以他上面有12345678912种语言 所以他比较厚 然后我也不想看 因为我本来就厚一点这个Osmo Mobile 用法 然后的话他这里面有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说 方便你出去玩的时候 把它随随身带在身上 你就可以直接带这个箱子 然后当然这个箱子里面 箱子里面是这样的 把那个Osmo Mobile我已经拿出来了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这就是大疆的Osmo Mobile 2 然后我已经在上面把我这个手机安装上去了 然后我现在已经是开机状态了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开机状态 那么我这边的话 手机上面我开一下录制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稳定的效果 录制 录制 我必须要 这个这个Osmo的话怎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Osmo的这个界面 对 大家可以在这边这个这个这个单凡里面 这个也可以看到这个Osmo的画面 对,这是我 目前我现在使用中发现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它 这个回正啊 非常的奇怪 比如说我这样子偏一下 偏一下这样子转动一下 它可能就回不到中间了 对,所以我就必须要双击这个M键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M键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 把它回正 对,看 我这样子这样子转了一下 然后它就它就歪了 对,它就一直保持这个歪的状态 它就不能回正 所以我就经常要频繁的按这个M键 来让它回正 然后的话 其实这个稳定性 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这个电机 我咨询过电源 就是说它比第一代稍有改进 然后这样的话 对,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现在是在手机上录的是 1080p 60帧的画面 然后我这样子移动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的稳 当然它是没有这个Y轴吧 还是Z轴的这个稳定 就是说这个上下的这个稳定 所以 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个三轴稳定器的一个 这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这个上下的这个稳定 所以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单反的话 配那个 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大江的那个 单反本兴器 哇,那个叫什么 我忘了 那个的话 一般有些人就是用斯坦尼康搭配的来用 那么的话 其实 功能 功能上面 不算多 我的意思是 基本上就 就能 就能录制 录制各方面的这个功能嘛 就是常用的就是录制了 然后还有的话 他拍照的话 有时候就可以用这一个 全景啊 1080P啊 这种 这种 这种就是 这种就是 帮助你拍更好照片的功能嘛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 对 这就是稳定器 所以 目前来看 我使用中是没有出现什么比较大的问题 我其实挺高兴的 因为 对 现在目前拿到了 拿到现货的人并不多 我可能是全B站第一个拿到现货的 有可能啊 我的意思是 我没去看 嗯 对,如果大家想入的话 我买走了那边 香港那边 铜锣湾那个店里面的 其中一台 如果大家 想去买的话 或者你现在在香港的话 你可以去 碰一下运气 看一下另外一台还在不在那里 因为 他这个现货是非常的少 但如果在国内想买的话 最好就是去找 大疆的旗舰店 或者是 苹果的 Apple Store 因为 Apple Store里面 经常会卖 大疆的东西 对 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以后的话 可能会用这个 OSMO Mobile 2 来 嗯 做一些特别的 镜头东西 或者直播 对,户外直播 因为他这个续航 不像上一代那么 桌急4.5个小时 他这个有整整15个小时的续航 15个小时可以足够 让你在外面浪一天了 对 但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 不能 哎 他这个 这个 转动角度还是这么小 他还是不能3.6个对焦 他这个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 没有办法 让他边录制 边充电 对 虽然这里有一个口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口 不知道能不能对焦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口 这个口就是专门 把一个数据线放在这里 然后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 但我 那个 那个电源跟我讲的是 你在录制的时候 因为 对 因为你是这样子放的话 你这个充电口 是在这个位置 是被挡住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 边录制 边充电 所以你只能是 把它当做一个充电宝来用 那么那么就很奇怪 为什么不带一个充电宝呢 对不对 当然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 这样子可能会方便很多吧 但是我在想 这个充电宝肯定是跟着这个一起带出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设计的就有点非常的奇怪啊 对 然后差不多 差不多就这样子 这个OSMO 毕竟我这个是开箱又不是评测 是吧 我也不能 我 我说说这个还没玩得很透啊 所以我也不敢 不敢给大家介绍太多 我怕介绍错了 对 所以差不多就这样子 BJOSMO MOBILE 2 我拿到手了 非常的牛逼 B站首发开箱 OSMO MOBILE 2 对 所以差不多就这样子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 我们 我们很快就再见 因为 啊对 那个天猫精灵那个稿子我已经写好了 我会在近期把那个 评测拍出来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 我们 明天再见 对 明天有 刺客信条的实况 对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